嘿大家好我是SIMHO 嘿大家好我是PORCHONHO 今天影片也是主講火鍋的一個影片 那我用的是仙道 那我只挑有火鍋的片段進行講解 主要的講解內容會是 你要看到我的站位跟我的預判 還有我心裡當時是怎麼想 怎麼想說要去蓋這個火鍋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說你蓋不到 而是你根本沒想到要去蓋 那影片的方式呢 我會先放一次火鍋 然後再給大家看 那個思維 我們先來看這一round 這一round你要猜想到底是誰有可能出手 來注意一下高砂這時候在跑步 所以他要求是不可能會出手的 所以不用擔心什麼一二三段 但是此時高砂開始做主動進攻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有兩個位置是必須去蓋的 那我蓋第一個位置 猴子蓋後面那個位置 那我就抓到了前面的他的一段勾手 那下面這一part你可以看到 時間剩下三秒鐘 要嘛他傳球給高砂 高砂的話我們就守他二段 要嘛就是阿牧自己騎馬 而在前面的這幾秒內他是不可能有大招的 所以你就果斷的直接跳上去把它蓋下來 沒問題 好我們先一樣看完這一球的火鍋 我們再來講解當時的想法 好來注意一下喔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發現高砂跟光頭都不開可能有進攻點 而時間剩下四秒鐘 當時呢你只能想阿牧要嘛就是騎馬 要不然就是一般跳投 來他走了這一步已經出賣他了 他不可能再用騎馬 他想走到高砂後面然後藉由高砂擋 那我就知道你一定是要跳投 所以呢我就只有那一個選擇點 只有那一個火鍋點這樣就好辦了 你沒有其他的選擇 那麼這一球呢也算是他拉錯了所以才蓋得到 不過我們還是來看一下這一球的思維 好我們來注意一下這一part喔 高砂呢搶到藍板之後呢 我們要注意一下誰可能會有出手位置 這樣看起來是每個人都還沒有 但此時呢看到阿牧這邊漏了一個大空檔 他很有可能直接拔起來 所以你就要在這一個做好一個standby 結果發現沒有 那這時候發現猴子跌倒了 你看到我是往內走我想要去蓋他的帝王上籃 結果發現他又拉回來了 哇這個失誤那肯定必須抓 我們直接跳起來給他扒下去 他成功的阻止了這個必定會進的帝王速投 但這跟他自己個人失誤也有關係 來這一球你看看似很簡單 直接蓋一個普通投籃 但是呢其實這裡面還是有些細節 你注意一下在他分球的時候 我還沒看到他分給誰 我以為他分給高砂 我準備往上走然後去守他的內線 結果發現他是分給了光頭之後 我馬上改變我的方向鍵 我再往下走剛好就抓到這一球 所以一開始我其實差點被騙到內線要去守高砂 結果他是傳給光頭所以馬上反應過來 好我們簡介來看一下下一part 那下一part呢是蓋到流川風的二段 大家不要覺得流川風二段好像就是這樣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思維是怎麼樣 這邊呢主要呢流川風呢可能會作為一個進攻點 那這邊看到櫻木跌倒 但是前面他沒能量 所以你可以不用理阿牧 這個時候你要注意到流川風拉出去 那他的二段的這個Crossover 就是你要去補 那補到之後他發現沒機會再把球傳出去 這時候呢一樣不用太注意阿牧 因為前面他沒能量他也不可能把他騎馬那麼笨 所以他一定會再傳給流川風 而流川風這一次又使出一個Crossover 這時候你就要知道左右兩個點去拆 那我就拆他往右邊人少的這個點去 那補完到之後發現他沒有進攻 而且要往前去 那第一段呢只能交給櫻木去補 我們只要補到自己該補的第二段就好 好那成功了把他這第二段給封下來 造成對手的進攻18秒尾力 其實大部分都知道怎麼蓋流川風 但為什麼偶爾還是會被流川風偷到分數呢 最主要當然還是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要灌籃 所以被他偷到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第一次呢先把這個又是失誤的速投給蓋掉 那這一球呢再蓋掉他的變換跳投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你看到呢這邊櫻木其實已經跌倒 雖然被遮到但是我知道櫻木跌倒 那這一球原本想說要放掉 結果哇靠他發生一個失誤又拉回來 那這時候你身為背後的仙道你肯定必須蓋他 你沒蓋到那你就有鍋啊 因為這不是蓋不到 是蓋得到的 好這球蓋起來 雖然地板球還在對方手上 你可以看到我盡量呢都站在阿牧的側邊 那這時候他傳球給流川風 流川風一個QUAST OVER開掉的方向鏡 我呢就是要過去幫他補這個二段 因為時間快到我覺得他可能會出手 結果我掌在他前面他當然沒出手 這時候時間剩下三秒鐘 我稍微遠離阿牧的綠色區域 他要嘛直接投籃要嘛強投 不過強投隊友全部都靠過來 所以呢我先開箱第一砲靠邊 結果他可能前面那個帝王速投被蓋掉沒能量 再一次的蓋好蓋滿18秒為0 好一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球 下一球很簡單就是蓋掉他的一個變換跳投 好不過呢我們前面要先注意一下 這是在前面一點 這時候流川風一拉出去你就知道 我只要守我前面這個點就好 另外那個點呢交給櫻木去處理 那這邊的話流川風發現我守到他了 所以他沒有進攻 而阿牧呢你在面對他的時候只要沒被晃倒 基本上只要離開他的扇形面積範圍 他不太可能在那麼多的時間內選擇進攻 那這一球呢可以看到其實我是誤判了 我以為他拉底線 結果沒有 那我趕快的再回到中線補 那流川風也發現沒有這個進攻位置 再把球交出去 這時候時間剩下五秒鐘 你就知道他們肯定要出手 在這一刻你就要想阿牧是會一閃二閃起馬跳投 還是直接拔起來 結果他直接拔起來起馬跳投 是起馬射箭 好那這一球被流川風撿到 我知道他一定會拔起來跳投 但我離他太近了 所以這球沒蓋到蓋到就更帥了 好那麼這一球也是很簡單的蓋掉阿牧一個投機 不過這邊你要注意一下 你看我一直在跟阿牧跳恰恰前後前後 不過這一刻我突然發現 我離阿牧已經有點遠 甚至到了三分之一個球場 這時候你就要開始擔心阿牧有沒有可能 直接拔起來跳投 那果然他是拔起來 而且被我拆到 這一球是一個預判心理 接到球之後也直接拔了一個跳投 好請接著看一下下一球 那下一球是蓋掉高砂的二段 可是這中間其實暗藏著很多的防守心理學 我們再來看一次這慢動作 這個阿牧接到球之後 他晃你要注意一下高砂有沒有舉手 舉手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知道我的防守點位是 如果他接球我就要去籃下去守他的二段 就這一球是傳給池上 好那所以這一次進攻沒事 那這時候高砂接到球你要想他的主動進攻 你要防守的點位是他的遠勾手 所以我有刻意想要去站他後面 就發現他要把球傳走 這時候時間剩下五秒鐘 阿牧出手要嘛就是騎馬 要嘛就是分球給高砂 那站的位置不會太遠 所以我已經預測到我要站的位置 果然高砂二段我就過去給他拍掉 那三段已經不干我的事了 我們只要做好自己的防守就好 好那下一球也是一個預測心理 這邊阿牧想要抓我一個離他太遠的距離 不過呢大家來慢動作看一下 當呢一樣像我講 每當你在面對阿牧的時候 你遠離他這個moment 你就要想到哇你會不會離他太遠 他有沒有可能拔起來投 所以呢馬上往回走 就見到他又想要投機摸狗 那這一球抓到之後呢 地板球就落在我們手上 直接進去二段 他們兩個都跳一段 那我當然就二段順利拿下分數 那本部影片呢最主要的也是想要跟大家講 鍋點呢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對吧 也大概知道時間點怎麼蓋 也這個範圍也大家都知道 但是重點是為什麼你常常蓋不到呢 最主要的點還是因為我前面有講過 你根本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進攻嘛 你就是沒有預料到他要進攻那一步 你才會失誤才會沒抓到那個位置對吧 那這也是我最近的這個除了提升自己火鍋鍋點的能力以外 再來就是防守意識 我覺得這應該就叫做所謂的防守意識 你可以發現呢 我呢不只是盯著自己面前的敵人 我還去揣測我的對位球員 我的這個隊友他的對位球員 怎麼樣的情況下可能會協防他 像這一球你看我也沒有蓋到 我不是每一球都蓋到 但是有時候關鍵的那幾個火鍋就能夠造就勝利 我不是說我什麼火鍋大神 火鍋比有厲害的人大有人在 但是呢如果呢長期看我的觀眾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有目共睹 就是我的火鍋能力的確呢 比以前是有提升蠻多的 我自己也有認為以前啊 就算玩一下有火鍋天賦的角色 我的火鍋可能長期就一到兩顆 但是目前呢這個整體的火鍋數量的確有所提升 那我也只是分享給你們說啊 為什麼我突然好像火鍋變強了 其實我就只是這些意識做得更清楚而已 那當然不能百分之百每一球都做到 但是就是盡量做到 你越去習慣 這就很像碳自然的全集中呼吸嘛 你要怎麼樣做到連睡覺都全集中呼吸呢 就是拼命的練習 當你一直維持久了 就很像那個悟飯要打西魯的時候 跟悟空修行 是不是一直維持著超級賽亞人的狀態呢 那是不是很累肯定累嘛 但是你就是越來越習慣 那這樣你的防守意識就越來越好 好啦那希望大家的火鍋能力 能夠有所提升 掰掰 掰掰 掰掰